刘峰本姓为寇氏 长沙刘氏的外甥年幼丧父 寄养在舅舅家中 刘备在汝南被曹操打败 投奔荆州刘表之时 膝下无子相传的议事典故中说 刘备某次打败敌人与当地县令刘氏共情胜利之时 见旁边战立气宇宣昂的英俊少年 于是问姓名 方知是县令的外甥叫寇峰 宴会期间 军厨不小心掉块肉在地上 寇峰竟随手捡起吞咽 这一场举动引起刘备爱慕 翠收为义子 改名为刘峰 事后刘备问刘峰说 为何直接吃掉在地上肉 也不责备吓人 刘峰回答说 身为姜丽 应时刻体恤老百姓 米丽 肉片也都是老百姓流汗水 辛苦得来之物 随便扔掉挺可惜 兵族们整天忙碌很辛苦 应该多关爱 偶尔的过失 何必大声斥责 充分反映出刘峰仁义之心 虽然是异事 但至少说明因刘峰仁义 而才时间传出此种典故 现在通常只12岁至17岁 孩子称之为少年 古代人寿命短 通常只89岁至13、4岁 儿童时期 为少年总角时代 因为他们将头发分作左右两半 在头顶个扎成一个结 形如两个羊角 故称之为总角15岁就竖发 开始学习技能之类东西 属于青年期 20岁称之为落冠 已经是成年 刘备是公元201年到荆州 公元207年刘缠出生 可推算刘峰出生时间 为公元188,200年期间 比刘缠至少大七岁 三国之记载 建安17年 刘备自加盟还攻刘张 始风年二十余 从而可以确定刘峰为当时的九龄后 刘峰拒接救援关羽 梦达投敌 刘峰凄厉过人 武艺高强 建安19年 跟随诸葛亮 张飞 赵云等人速将而上 参加一周之战 平定一周后 因战功被封为副军中郎将 建安24年7月 刘备平定汉中 自立汉中王 可谓事业蒸蒸日上 又命令一督太守梦达 从紫规往北攻占房林 梦达斩杀房林太守捧其之后 打算攻举上拥 但刘备担心梦达一人难当其人 派遣刘峰从汉中沿着棉水而下 在上拥会时 并统领梦达军队 果然不负众望 不战而胜占据上拥 同年8月关于北上征讨曹魏 围攻凡城 襄阳之后 关于与司令刘峰 梦达发兵救援 但他们以刚攻占上拥三郡 局势不稳定唯有拒接出兵 看来生性高傲的关于同事关系搞得极差 要么背叛要么拒绝帮助 起初关于水淹七军 秦于静 斩杀庞德尔威震天下 取得初步性大胜利 之后曹魏反扑 派遣虚晃支援围困的曹人 与关于对峙 在后方联合孙权偷袭南郡 镇守公安的副市人和镇守 江陵的弥方相继投降 南郡失守 风云突变 听闻南郡失守消息之后 关于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他还是选择向南撤军 此时蜀军士兵无心恋战 最终关于在邻居被无军斩杀 听到关于被杀事件后 刘备对拒绝救援关于的刘峰和孟达产生极大怨恨 加上刘峰和孟达关系不融洽 时而发生纷争 刘峰仗着刘备杨子尊贵身份欺凌孟达 于是孟达一不做二不休 索性带领自己不举四千多人投奔曹魏 投降到曹魏的孟达 得到魏文帝草批的欣赏 被任命为散戚长室 建武将军 封平杨亭侯 何方林 上拥 西城三郡为新城郡 任命孟达为新城太守 不久 派遣征南将军下侯上 右将军徐皇与孟达共同征讨刘峰 征讨前孟达写信劝导刘峰说 你跟刘备是非亲非故 只是杨子而已 目前刘备以封流产为汉中王世子 你不会再有往日尊贵身份 也无长久立身之地 因你目前兵力无法阻挡曹魏进攻将会战败 若尽早投降还可以保住性命 但刘峰断然拒接 准备抗拒曹军 刘峰义子身份和刚蒙性格 引起杀身之祸 不幸 刘峰属下原曹魏的将将身丹 深意兄弟反叛 终究战败逃回成都 刘备严厉斥责则刘峰欺凌梦达 拒绝救援关羽的行为 起初 刘备未曾想赶尽杀绝 但丞相诸葛亮提醒刘备说 刘峰刚猛 一世之后终难治愈 尽早除后患 于是刘备让刘峰自裁 刘峰会叹道 恨不用孟子杜之言 看似情形刘备很伤心 为刘峰哭泣 当时 汉中王世子刘缠才13岁 刘峰为年富力强 刚猛 有能力的成年人 万一刘备发声不测 刘缠可真不是刘峰的对手 准会把鼠地闹得天翻地覆 甚至将会取代刘缠 袁绍和刘表的前车之剑就摆在眼前 不能重蹈覆辙 刘备也只能狠心采取歹毒的处理方式 世上皇帝宝座只有一个 若不狠心消除刘缠的竞争对手 则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 因内部争斗而将会被别人纳入囊中 身为蜀汉政权绝对核心层人物诸葛亮和刘备 首先顾及大局 表面上以为救援关羽之罪赐死刘峰 无可厚非 为人陌生帝王家 富贵荣华眼前花 今朝坐上课长满 名誉变为阶下囚 本该与帝王家族毫无瓜葛的叩锋 因错阳差成为刘备一子 虽罪不该死 但其一子身份不能不让人防范 只有死路一条 痛恨当初不该出现在庆功宴 反之或许能频繁地过着小老百姓幸福日子 请不吝点赞订阅